韩国戒严风波 余波未了 示威活动接踵而来 已经扰乱了市民的日常 在首尔市中心 一些通勤族在市中心转角就碰到示威者 当地交通严重拥堵 上班举步维艰 市民满事无奈 韩国政局也在资本市场引发震荡 特别是尹续岳总统谈合案 在上个星期六未能通过之后 根据韩联社 当地两大股市今天盘中 跌至今年最低点 韩国综合指数早上下挫1.7% 爆2386点 盘中一度跌至2383点 同一时间 创业版指数下挫了3.14% 爆640点 韩国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承诺 会全力稳定金融市场 部署之前宣布的应急措施 在这个月底前 祭出新的措施 来改善外汇市场流动 毕竟 刻功能 责任 署 photons 超行 的 超是 方请